毛泽东面对敌人30万大军 却下令红军原地睡觉三天 有何妙计 1931年7月开始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气势汹汹 此时距离国军的第二次围剿 仅仅过去30天左右 蒋介石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 我们不能给共军喘息之机 在其绕道回江西之时 我部大军可何为机之 务求将其全部剿灭 蒋介石向部下做出许诺 对于歼灭猪毛红军有功劳的 不管军衔大小都可以晋升一级 对于剿灭共军功劳大的 可以另外加奖升官 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派出了30万大军 其中还包括国民党10万灾系王牌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 自封剿匪总司令 身边还围惧了美德两国军事专家 此外国军还动用了空军 兵力武器装备都是空前的 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就在于 能打得过就大 打不过就战略性撤退 不拘离一城一地得失 而是纵观全局 而蒋介石不同 他看到红军撤退了 就开始得意 毛泽东指挥的经典战役太多了 带领红军不断打了胜仗 所有人没有丝毫害怕 因为大家坚信一点 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的多 一定可以流转局势的 这时毛泽东向大家提出了经典的魔盘战术 毛泽东告诉大家 我们先将敌人引诱进来 利用红军熟悉的山林地形 隐蔽的向敌人没有合拢 或者合位的地方 穿插 出其不意攻其后方 等待敌人发掘掉头 必然身心疲惫 简而言之 就是像魔盘一样 消磨敌人 最后寻找战机出动 而蒋介石可是出动了足足30万大军 蒋介石非常得意地发表演讲说 共军不足为据 在这个月内 必将全部殲灭消除隐患 但是战争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 一个深夜被蒋介石部队围困的红军 挫步及防之下被打得溃败 被打得溃败 紧接着 第四天 第四天 中 被打得溃败 蒋介石也不是凡凡之辈 他立马总结出 各路大军 各路大军向黄坡合围 务必不能让共军逃脱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 国军几十万大军马上掉头向东 以包围之势向黄坡云集 红军此时急需要休息 但是敌人大军已经出动 红军的侦察兵以及电台 暗哨等军发现了异常 简而言之 敌人的三十万大军从各个方向直奔 往坡而来 情况非常危急 红军只有区区三万人 在这个关键时候 毛泽东却突然下了一个命令 红军部队原地不动 安安稳稳地睡觉 休息三天 大家都惊讶住了 敌人三十万大军正向黄坡而来 大家相信毛泽东 因为他带领部队创造了太多奇迹 奇怪的一幕产生了 在敌人三十万大军即将奔赴黄坡的情况下 红军三万人安安心心地睡大觉三天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国民党大军三天之内居然没有赶过来 这是极其重要的三天时间 一旦国军推进时间早一点 红军将陷入绝境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运用了心理转述 他早就把蒋介石的心思裁透了 无论如何 蒋介石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这个气魄 历史已经证明 毛泽东真不愧是战略大家 其实毛泽东敢这样下决定 心里也是有了应对之法的 黄坡这一带的地形 他已经勘察过 就算敌人大军到来 最多也就占领一些要道 村庄等等 这无穷无尽的大山密林 对方是不可能全部照应的 此时的红军已经休息了整整三天 而对方则是疲惫不堪 这一天深夜 在蒼茫大山和夜色的掩盖下 红军翻越几座大山后 终于跳出敌人的河围点 而此时的国军正在入睡 第二天天要亮的时候 毛泽东让红军在峡谷里隐藏起来 这时候 侦察兵带来一条重要信息 敌人的封锁圈上 有一个接近10公里的缺口 如果能从这穿插出去 红军就可以解除危险 为了不让敌人把这个缺口封闭 毛泽东又用了一条妙计 调虎一山 让唐正宁、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去迷惑敌人 把他们引到和红军主力相反的方向上去 红军主力则借机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寻找新战机 天亮时 红军主力朝西 而红十二军在谭正宁的带领下 突然掉头向北 深怕敌人不知道 红十二军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道当 蒋介石开始不见红军的行动 还在苦苦思索 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打算 最精彩的一幕来了 红十二军立刻分散开来 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故意扬起灰尘 通过各种方式引起敌人的注意 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敌人误认为 红军主力是向北 为了让蒋介石完全上当 红十二军还故意留下痕迹 比如在分岔路口留下标记或者写下 某军团从此过等 蒋介石终于相信 红军的确是向北逃跑了 于是他马上命令部队向北追击 准备一举歼灭红军 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只是红十二军的小队人马才造势 红军主力早就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向西而去了 罗炳文和谭正宁脸上露出了笑容 敌人终于上当了 谭正宁向红十二军下令 我们跟国军来个比赛 专往山高的地方走 哪里道路崎岖就往哪里走 江西这一带从山峻岭无数 山路崎岖不平 国民党部队携带大量武器 平时更没有习惯这种三地行军 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受罪 一位国军将领这样感慨道 这简直是无期徒刑 肥的能整瘦 瘦的简直要整死 红军的主力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挥 早已经悄无声息回到了革命根据地 清国 整整半个月 红军修整待命 养精剧烈 毛泽东这次指挥实在是艺术 正可谓是雷弓打豆腐 专挑软的棋 吃饱喝足 休息充足 红军的战绩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下令开始反攻 红军主力从敌人的尾巴处 开始猛咒 这时的国军早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士气低落 红军如同刚出山的猛虎一般 反攻开始 毛泽东指挥部队五战五截 敌人十七个军团 约三万人被歼灭 蒋介石已经被打得失去耐心 急急忙忙下令撤退 后来在南昌 蒋介石曾这样讲 我们十个人当不了一个人用 足足三十万大军打不赢他们三万人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第三次反围剿 堪称军事指挥的典范 毛泽东激动灵活的战术 让敌人大军无可奈何 五次战斗 面对国军十倍的优势冰璃 红军将敌人耍得 团团转实在精彩至极 尤其是面对敌军三十万大军合围 毛泽东下令部队 睡大觉 三天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三天 千江大殿 舍我去锤 全民国 全民国 共产 真是 人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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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 新中国 日本共产党 也日本共产党